白居易获是中唐时期唯一能够与李渡相媲美的世人 而他也是世间少有的情种 那么在勤勤璀璨的唐代诗坛上 白居易又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呢 而他的痴情之名又是从何而来 白居易作为继李白渡福之后最著名的唐代诗人 他的作品拥有着广大的读者群 在当时就流传甚广 甚至远至海外 而古代没有专门的文学奖 也没有当代盛行的作家榜 我们也没法说白居易在唐代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名字 不过就算唐代评过优秀诗人奖也不能说明问题 因为任何的文学奖获得者 都不一定是那个年代最优秀的作家 白居易在唐代诗坛究竟占着怎样地位 这个是没法回答的 不过我们可以从其他方面估计一下他的地位 白居易生前就在诗坛享有大名 他的诗歌《风行于海内外》 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在当时有一位名叫葛青的人 据说浑身上下刺满了他的诗句 妥妥的超级粉丝一名了 葛青也对身上的诗句非常熟悉 人家问某一句诗在哪里 他都能无误的指出来 不愧是一块能移动的白居易诗版 白居易去世50年后 晚堂曾有人写了本诗人主刻图的书 书中把白居易赠为广大教化主 可见白居易的影响非同一般 与此同时 白居易的诗歌也受到日本 辛罗等邻国的高度重视 甚至在日本人的心中 白居易的地位超过了李白杜甫 当然一个朝代的诗坛 也许是后人看得更加清楚 正像苏氏说的那样 想要看到事物本身 要跳出这个牢笼 摆脱对事情本身所固有的看法 那么在后人心中 白居易的地位又如何呢 大概来说 白居易的地位 虽然比不上李白杜甫 但在整个唐朝 总归是名列前茅的 比如在清代 白居易就是仅次于李白杜甫的唐代诗人 这种情况到了现在 也没什么变化 尤其是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 白居易作为唐代第三的地位 那是相当稳固的 七七二年 白居易降临在了一个 赤敦如业的官僚家庭 他出生后不久 家乡便发生动乱 战火纷飞民不聊生 七八二年 为了躲避战乱 白居易的父亲 将家人送往福利定居 七八四年 中原又发生了奉天之难 白居易家又逃难到月中 七八六年 在江南的白居易 听说了近世科 于是便开始发愤图强 努力读书 多年以后 在他与好友的熟悉中 白居易曾回忆到 当年读书场景 白天黑夜都在读书 顾不得睡觉 忘记了吃饭 以至于口舌生疮 皮肤黯淡无光 年纪轻轻 满头白发呀 七九一年 白居易回到福利 没多久 他的父亲生官 又随父亲去了襄阳 七九四年 白居易的父亲离开人世 为了替抚守仓 他又一次回到了福利 在福利来来回回的日子中 白居易认识了 林家姑娘香灵 在笑闹中一起长大的他们 不知从何时 心中有了彼此 最是年少不知仇啊 年轻的他们 单纯的以为 只要彼此相害 就能相濡于目 厮守一生 可没想到 二十七岁时 白居易离开了福利 跟随他的兄长 前往江南 一路思念香灵的白居易 写下了对他的相似之情 二十九四年 白居易考中进士 从江南返回洛阳 看望母亲 回到家中的他 恳请母亲 同意他和香灵的婚事 白居易的母亲 拒绝了他 白居易三十七岁的时候 他拗不过母亲的 以此相逼 娶着同朝为官的 杨瑜青的妹妹 已是他人丈夫的白居易 依然没有忘却香灵 对他念念不忘 四十四岁之时 白居易被贬江州 路途之中 他又遇见了香灵 四十岁的香灵 仍未出家 而他已有了妻子 无限伤感的两人 在泪水中做了告别 当白居易五十三岁 路过福利的他 曾寻找过香灵 而那个 让他魂牵梦绕的女子 已经没了身影 自从白居易 二十九岁中进士 先后担任 秘书省孝树郎 汉林学士的八零八年 任职佐石夷期间 他曾写下了 大量的抚鱼诗 这些事使得 当朝权贵 对他咬牙确实 八一一年 白居易的母亲 在长安病逝 按照当时的规矩 白居易得回故乡首校三年 首校结束后 白居易返回长安 皇帝安排他在 东宫当官 八一五年 当朝宰相 被人暗杀身亡 然而如此他的事情 当时的权者们 依然保持着冷静 不着急处理此事 白居易十分生气 边上书 主张严查凶手 可是那些掌权者 却说他是东宫官员 属于越职严室 再加上有人诽谤白居易 说他的母亲 是看花坠井而死 白居易协赏花 和有关井的诗 有伤校道 掌权者们便以这些理由 将白居易贬官江肘 给了白居易沉重的打击 八二零年 白居易被召会长安 当时的朝堂很是混乱 大臣间为了权利 也是各种争斗 皇帝又荒呆重视 不听规矩 白居易便请求外放 八二二年 白居易被任命杭州辞使 在杭州当官的时候 修筑了西湖地方 解决了数十万亩农田的观看问题 白居易还重新输均了 早年官员开凿的六井 改善了群众的用水条件 此后的白居易所任的 也都是些闲散官职 八四六年 七十五岁的白居易 在洛阳去世 白居易去世后 当时的皇帝写诗 悼念他 称套一诗仙 后世仰慕白居易的人 都在白居易的墓园 立碑纪念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